Hello大家好 就说一下小明小丽不能动心 就是 之前我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两个女孩在那转圈圈啊 转的都非常美 他们一起转起来更美 可是呢反正我的目光会集中在其中一个小女孩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她转起来的话更旁若无人一点 她的气韵更美 就是她并没有想别的 就是她更沉静 沉静在那里转圈前反而更吸引人 另一个小女孩呢 当然就是她感觉很开心 然后要先私下飞出来一样 其实人的情绪反映在身体的细节方方面面上 反正我的目光更被那个沉静的小女孩吸引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不动心的时候呢 其实你可以吸引来更多的东西 但是你还是不能动心 因为你如果被这些小名小利 你就动心了的话 那你一下子就渐渐滴下来了 那是一种很惨的事情 真的很惨啊 而且是非常苦的事情 只有在 自己开始 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她才能够知道 那个时候有多苦 所以呢 小名小利不能动心 该干什么 干什么 有人 看 有人听 有人给什么 都不可以动心 就是做自己该做的 嗯 继续学着 纯净 纯善 不要让杂七杂八的想法 淹没自己 加油 加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